2015年山东一建筑工地上挖出很多古墓石雕残块 文讯赶来的考古专家立即对此处进行抢救性发掘 令他们兴奋的是在一块残碑上发现了济南王三个大字的石碑 经过史料研究分析他们断定这就是元代济南王张龙的家族墓 一想到济南王的古墓此次考古对异常兴奋想着里面肯定陪葬着很多宝贝 于是打起精神一口气向地下挖了四米深 直至见到层层叠加的巨石将墓门封住 这种防盗措施更加印证了此次考古专家们的猜测 古墓中陪葬的宝贝肯定数不胜数 想着尽快一读古墓中的宝贝考古队员借助建筑工地上的机械将墓门前的尸条一一掉 此时古墓的墓门显露出来 一名专家迫不及待地弯下腰进入墓室想一读墓中的本 可里面的场景让他失望至极 墓室中棺木早已腐烂残破不堪 陪葬亭也没发现一个 就连墓主人的头颅也被丢弃在棺木之外 此时一个不好的预感迎面袭来 可能盗墓贼抢先一步将里面的宝贝洗劫一口 果然 考古专家在清理墓室中的泥土石发现了一枚硬米 从上面2013年年份的时间推算盗墓贼也是最近两年作案的 在墓室的中间考古队还发现了个诡异的现象 两块石板堆砌起来上面放了两块小石头 这究竟是什么墓葬方式呢 带着疑问考古专家们对这个古墓进行全面的考古研究 最终发现了一个破碎的圆带瓷碗 这可能是盗墓贼不小心摔花后留下的 不然这个圆带清瓷碗也价值不菲 再者从古墓中棺木的材质专家分析墓主人不是一般人 由此种种专家推测墓主人当年肯定是得意后葬的 但奈何墓室里的宝贝早已被盗墓贼盗局一空 而古墓里雷起的人字形石块专家分析并不是什么诡异的墓葬方式 而是盗墓贼离开时嫁起的台子方便从墓顶逃离现场 谢谢大家